男子拿著扇子推著手推車 在大馬路上晃來晃去 車裡裝滿著掃把等雜物 不僅如此 他還偷走宮廟裡的一塊石頭 邊拉著手推車邊喊著要兜售 而且這塊石頭要價一億元 原來這塊石頭來頭不小 是廟方的老古董 民眾上警方報案說 嫌犯的特徵呢 就是手上常常拿著一把扇子 還有一台手推車 時常在這附近閒晃 兜售他偷來的石頭 而且高達一億元 被偷走的就是這顆人面石 民國52年葛勒利颱風後出土 沒有經過人為的雕琢 卻有眼睛 鼻子 嘴巴 看起來就像一張人臉 5月24號下午 廟方到廟裡清潔 卻發現人面石頭不翼而飛 警方玄縣釣越監視器 發現女性竊賊的身影 眼看時機成熟 這個月12號上午7點 在中港路和永樂街口 立刻上前逮住女性竊賊 並當場人石巨火 好像一兩個月 以前他都有常常來 我們就有注意 這個人很奇怪 後來是 我瘦的時候沒有保險 人都包起來 我包在那籃子裡面 我在那天去買早餐說 這個好像有一個廟在找你 我不知道這個廟在哪邊 他說他找一坡上去 我就要找他 許多傳說流傳這處石頭宮廟 在地擁有57年的歷史 是不少在地人尊敬的信仰 沒想到石頭會被偷走 如今人面石頭在外流浪 18天終於重返廟裡 也完成了安座大典 讓信眾可以再來石頭宮廟 上香祈福 記者郭先揚 梅凱婷 陳寅入 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